為何會有龍捲風? 龍捲風是一種強烈的氣象現象 通常在大氣條件特定的情況下形成 以下是有關龍捲風形成的基本解釋 1. 大氣穩定到不穩定 龍捲風形成的時候 通常存在不穩定的大氣條件 這樣表示在不同高度和區域 空氣的溫度和濕度的變化非常劇烈 2. 風切變 風切變是指在不同的高度和方向上風速的變化 當有強烈的風切變的時候 可以產生旋轉氣流 3. 強對流 當暖空氣和冷空氣迅速交匯的時候 形成了強烈的對流 通常當暖空氣快速上升 並且與冷空氣交錯的時候 就會形成旋轉的氣旋 4. 旋轉的氣旋 當風速和風向在不同的高度上 產生巨大的變化的時候 旋轉的氣旋就開始形成 這種旋轉氣旋通常由下往上延伸 並且在地面上形成龍捲風 總而言之 龍捲風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大氣條件 包括不穩定的大氣穩定度 強風切變和強對流 這些因素共同促使空氣開始旋轉 形成龍捲風 龍捲風通常是短暫而且具有破壞性的 他的強度可以由輕微龍捲風 去到破壞性龍捲風不等